倒數純白色的又落入一口喝下 眼看中秋烤肉忘記就要來臨 不少上班族長期外食 攝取過多精緻教工食品 又加上工作久坐不動 導致青壯國人 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有便秘困擾 國健署發現我們國人 大概每天有四分之一的時間 就是坐在椅子上面不動 其實想想看 如果說一個人活到八十歲 他有二十年都坐在椅子上 這畫面是非常恐怖 久坐不動產生的便秘困擾 影響健康 因為健康的腸道可以消化吸收 排除毒素 如果腸道蠕動速度變慢 可能導致壞菌過多或腸道發炎反應 因此專家建議要補充腸道的好菌 降低風險 這樣子的結果會導致 我們腸道菌相的失衡 如果你嘗試一些精緻的食物 會增加兩倍便秘的風險 美國有研究顯示 就是說如果是嚴重的便秘 可以導致大腸癌的風險 多1.78倍 餐後喝一杯牛肉乳的話 可以改善我們腸道菌相 失衡的現象 206CC的優弱乳的話 我可以補充到200億以上的好菌 但是補充優弱乳也有門道 選擇的菌株呢 能通過胃酸或胆酸的破壞 改善我們的腸道的 菌相失衡的現象 那第二呢 我們可以建議是說 消費者是應該選購 有食品健康標章的產品 有國家認證呢 會比較適合消費者選購 上班族除了注重均衡飲食 避免久坐 想要腸道健康 醫師也建議每天選一餐 在飯後補充油落乳 讓腸道順暢 遠離便秘 顧好健康 民視新聞陳守珍 林大瑋台北報導 現場版露室 會不會有任何調整辦 本質或修復露室 回荷 到此裏